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之救世主 每一次演出及行径所展现的节奏与舞蹈 之所以能够非常完美地带动现场积分 引起观众的共鸣 这强大的震撼力量是来自 鼓手的节奏 使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的演出特别的显眼 更是日本高中行径乐队比赛中的常胜军 在2012年时 日本的行径赛大会 突然规定不能再用固定鼓组 必须符合行径规则 所有演出的乐器都要能跟助乐队一起行径移动 也就是必须背在身上 连大型的各种类型的鼓也要随身背着 当年教练尝试各种方式 将大鼓用绳子绑在一起身上 但是效果都不能达到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行径时的需要而苦恼 还好2012那年 1097吹奏部长的爷爷 陶树先生听到自己的孙女说 学校吹奏部的困难后 发明了一种支架 可以把25公斤的鼓 顺利背挂在身上 在多次改良调整后 各种支架一个一个产生了 终于解决乐器背上身的问题 也因这项发明而赢得比赛冠军 不过也有失败的时候 所以这个重达25公斤的骨架 跟赢得冠军的关系不大 这个笨重骨架一直到2020年 发生了重大改变 因为有了新的就是主到来 到底是谁呢 25公斤重的骨架组 是为了比赛规则的改变而产生 对每一个时期的骨手来讲 都是体力上非常大的负担 骨架组是用铁管焊接而成 再加上大大小小的骨 其总重量相当一个小孩的重量 通常高中女生的体重 约在40到50公斤 所以这个骨架组 背挂在身上是非常沉重的 我们都知道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的行径演出 是边跳边演奏 而且舞步是搭配不同的曲目 就有不同的舞步及动作与美感 尤其是这名背挂25公斤 骨架组的骨手 更需要庞大的体力 目前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的 行径教练Na Naho Shimadao 那样 是京都局高校111期的鼓手 也是实际背挂着骨架组 所以知道其辛苦的 Na Naho Shimadao 那样毕业后 他出国在Mandarons Drum and Bugle Chorus乐团 Dark Sky Percussion乐团 和Innav Vogue乐团 担任鼓手 回到日本国后 他曾担任回合Terrya军乐团的场地教练 和吉祥院Zoris的打击乐教练 他还指导了全日本约20个同管乐队 2020年6月起被任命为京都局高校的行径教练 当他再次看到学妹背挂着25公斤的骨架组时 想起了自己亲身的经验 也心疼学妹们 并翻阅历年来的比赛记录 了解到比赛得不得精赏 跟这庞然大物的骨架组并非有必然的关系 所以兴起了改变的构想 加上时代进步 骨架的材质与骨的结构也都不同了 因此引进更轻量化的骨架组 也正是废弃25公斤的骨架组 可谓是新的 京都局高校就是主